遭盗祸重,令军士杀了盗人鱼籍,他自己也因忧愤病逝加重。 竟于精神恍惚中常见鱼籍的鬼魂,不久因剑伤发作变死了他,此时才二十六岁。 孙权继承各个孙特的权位,并依靠周瑜、鲁肃等江东人才,势力越发强盛。 曹操建孙权